国会通过赌博管制法案和新加坡赌博管制局法案 政府将家众有关参与推广和组织非法赌博活动的刑罚 同时也明文准许家人和朋友在家中面对面进行社交赌博 内政部政务部长陈国明在国会针对两项法案提出二度时说 当局一直以来都没有禁止人们在家中同亲友进行社交赌博 但仅能以赌博输赢为目的 然而如果有人试图在住所非法剧毒 警方会调查和取缔为例行为 网络社交赌博活动仍然被禁止 俱乐部和会馆等私人会所在开放给会员赌博之前 必须先向新的赌博管制局申请执照 内政部在去年就联系了多家俱乐部和会馆 征讯有关负责人的意见 并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在接下来的过渡期间 我们将会和受影响的社团紧密协调 落实这项执照制度 随着赌博管制法令的修订 全国预防试赌理事会和执法机构也能发出禁门令 让那些被禁止进入赌场的人 也不能进入老虎机市等长所赌博 同时也不能通过博彩公司进行线上赌博 陈国明指出 博国对赌博采取严格但务实的态度 除非获得许可或豁免 否则禁止赌博 政府不鼓励赌博 但允许在受控和安全的环境中 进行某些形式的赌博 他指出 全面禁止可能导致赌博活动转到地下进行 引发更多的治安和社会问题